咱们那个内蒙的兄弟呢 1700多公里 山东的草庄的200多公里 刚好呢到家里来玩 家里的地方不够 带到隔壁这个草坪上来转转 试试网 稍微可以拉一拉调整调整 对对对 因为我们现在练习呢 主要是为了方便自己 把这网先学会撒开 至于说以后的技巧慢慢提升 毕竟练习是练习 练习和实战是不一样的 会撒以后呢 你想怎么撒都行 关键是要先学会 学会怎么去撒 鞋面保持好 眼睛看着坠子 往后拉的力度 注意眼睛看一下 这个眼睛看的时候呢 手上面的力气稍微控制一点 怎么样把这网拉出鞋面出来 控制一下 所以说眼睛一定要看坠子 不要看手 一边拉的时候 一边调整调整 这就是我们平时说这个 绝网这个技巧 拉的多了 这鞋面马上要没了 注意一下控制一下 右手虎口夹住的网 整体往后拉 整体往后拉 不要就拉了两三个兜 拉两三兜就错了 好差不多了 来这个就是鞋面呢 看到没有鞋面没剪好 整体往后拉 好来试一下 慢一点 不要急 不要急 这是急了 太着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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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个灯门 看个灯门 把这手抓到坠子的上方 像我们新手刚刚撒网的时候 为了方便撒 可以把这网往后拉一拉 往后拉一拉的好处是什么呀 把这网变得平一点 紧往的特别容易 然后呢 把这笔杆调在手面上 和口过来 夹住两三兜 轻轻地往后一拉 剪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用眼睛看着这个坠子 眼睛看着坠子 不要看着手 往后再这么一拉 手去拨这个线子 拨到呢 就有点感觉了 但眼睛看着坠子啊 它这个鞋面怎么样 骑不骑啊 这样子结网的时候呢 才能够比较容易 要不然如果你老是 盯着手看呢 下面的坠子骑不骑 鞋不骑的 你就忘记了 最后呢 这边把这坠子踢过去 拿起三四个灯 然后再来配合一下 把这右手的底杆放到红色去 简单网 坠子全程尽量不要离地 不离地是为了 网整齐行动 如果离地啊 它乱啊 把它把这网鞋面一排 拿在手里面 这样子剪的网 这次鞋度比较大 比较容易撒开 这个撒网的时候啊 撒网的时候不要着急发力 不要着急发力 什么意思呢 就是网啊 轻轻往前一推啊 轻轻往左一板啊 力度太大了 力度太大 这次鞋度太大了 这次鞋度太大了 这次鞋度太大了